习敏華不法經營賭博案 十八號開庭宣判 上午九點多多輛球車在警方借戶下 進入澳門出擊法院 一早不少人到法院外排隊聽審 這當中包括习敏華的親屬 法庭內的旁聽席早早被坐滿 周卓華被控一共二百八十九項罪名 同案一共有二十一個被告 主要是太陽城集團的中層和高層員工 法院裁定习敏華多項罪名成立 包括黑社會罪 一百零三條不法經營賭博 以及三項巨額詐騙等罪 共判刑十八年 此外习敏華和另外六名被告 還得賠償澳門政府少收的稅款 以及其他博彩企業損失 約合台幣三百二十八億 习敏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被捕前兩個星期 港媒報導 他的模特兒前女友 就把市值一點二億港幣豪宅賣掉 為他還債 习敏華案之所以備受議論 關鍵原因是他的生意 做得又多又大 習敏華在香港菲律賓有四間上市公司 包括娛樂 旅遊 媒體 賭博事業版圖更驚人 涵蓋澳門 俄羅斯 菲律賓 越南 柬埔寨 港媒評論習敏華風暴後 澳門賭博產業也會跟著發生變化 TVBS請問李言志 李明珍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